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科技日生月异和网络社群兴起的时代 企业的一拟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 稍有不慎就会很快被传播出去 影响企业声誉 所以企业必须在短时间内 适应冯段改变的商业规则 如何落实ESG减少风险的冲击 ESG环境社会管治 可以说是近年来一个很火热的话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了我们ESG的团队 为大家制作一个特辑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ESG的一些小知识 今天我首先要讲一下ESG究竟是什么 Kenny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商界现在越来越关心ESG呢 因为自2011年 香港联交所推出了 这个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的咨询文件后 并在2013年正式推出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 过去十年经历了三次咨询和修订后 香港联交所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 现在每年都要递交这个ESG报告 都要有一段时间了 而在2020年7月1日后 开始的财政年度的ESG报告 更加需要加入规定披露 已经及可能会对发行人发生的影响的重大气候相关事宜的章节 环境及社会的关键职效指标等等都提升了要求 可见香港联交所及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这个企业的盈利的同时 都希望各界关注社会的可持续性 ESG真是一个很广阔的题目 究竟详情是怎样呢? 不如我请Kennie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上网看看Google Trend 可以发现在2008-2017年的这段时间 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ESG主题的国家搜寻量 其实是没有什么升幅的 但是过去这五六年就增长了20倍 可以反映到投资者越来越重视企业的ESG表现 那究竟什么是ESG呢? E就是Environment 涉及企业的污染、资源消耗、温饰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的议题 S是Social 涉及企业的就业及劳工的实践 职安建、产品的责任、反贪腐、社区参与等等的议题 而G是Governance 就是公司在对应ESG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可以说ESG和公司管治是息息相关的 只因此我们在2016年开始 已经为上市公司提供了ESG相关的咨询服务 根据企业的交易所的指引 定下ESG的目标 评估他们对气候的影响 以及提高企业在抗风险的能力 希望直指来提高企业对ESG管理的效率 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 联交所发布了一些有关ESG的相关指引 包括气候讯息披露指引 以及企业证令排放实用指引 另外经修订后的企业管治守则 也已经加入了一些有关ESG的修订 已经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包括企业文化 要求公司的文化应该与其目的 价值和策略一致 并需要制定反贪污和举报政策 董事会独立性应制定机制 确保董事会可以取得独立观点和可持续性 并每年检讨成效 现在在任超过9年的独立非执董事 就应该要委任新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在解释为什么连任多年的独董 仍然能够保持独立和应该重选的时候 应该额外披露所有考量的因素 程序和董事会的讨论内容 强制设立提名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 或者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主席 大部分成员需要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另外董事会的成员也需要有多元的发展 存属单一性别的董事会成员已经不符合多元化的要求 所以在2022年7月1日或以后 呈交的首次公开招股的申请人 需要密释至少多一位其他性别的董事 预见在上市的发行人将会有3年的过渡期 另外ESG的报告也需要与公司的联报同步刊法 可见政府和交易所对ESG的重视已经是与日俱增 之后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ESG究竟对企业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会分开气候信息披露 零排放 碳中和和碳交易等议题 字幕志愿者 杨宝蔫 记者 杨宝lins